哈嘍大家好我是吉峰 正從TrapGPT推出之後 最近這段時間的話題 幾乎都是在討論AI深層式人工智慧 除了能夠回答問題AI聊天機器人之外 AI繪圖也引起非常多的討論 只要輸入一些指令 就能夠透過電腦產生出一張張的圖片 對於藝術白癡來說可說是一大福音了 說到圖片就會想到 NFT也大多是以圖片的形式來呈現的 那麼AI繪圖能夠跟NFT技術融合嗎? 答案是可以的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介紹兩款AI NFT工具 讓大家只要輸入指令 就可以自動生成NFT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接下來進入今天主題之前 請先開啟下方CC字幕 如果你也對區塊類遊戲有興趣 我們每週都會定期更新資訊跟大家分享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Discord 一起聊GameFi NFT元宇宙各種話題唷 首先要來介紹AI GC NFT 這是什麼呢? AI GC按照字面解釋的話 全名是AI Generated Content 也就是以AI人工智慧技術 產生出來的內容 算是從UGC 也就是User Generated Content 變種而來的新單字 在AI GC NFT工具的出現 成功的將最近流行的AI繪圖 還有將圖片製作成NFT的這兩個步驟 合而為一 不但省略了中間繁瑣的步驟 也讓製作NFT變得更加的簡單 目前來說有在開發AI GCNFT的團隊 還沒有很多 因此能夠使用的工具也沒幾個 今天就先在這邊介紹兩個 由比較大比較知名的團隊 所製作的AI GCNFT工具 大家拭目以待吧 第一個要介紹的工具叫做Ubercastle 是由全世界最大的加密交易所 幣安所開發推出的 在前陣子AI繪圖工具 Me Journey 大理流行起來之後 幣安也迅速的跟上這一波蜂巢 在幣安自己的NFT市場上面 推出了AI NFT產生器 用戶只要輸入指令 像是想要的風格動作啦 Percasso就會產生符合要求的圖像 讓用戶可以迅速的將圖片轉化成NFT 發佈在幣安的B&B鎮鏈上 聽到這邊大家可能會想說 Percasso這個名字怎麼聽起來這麼耳熟呢? 嘿 沒錯 Percasso這個名字 很有創意的採用知名的西班牙藝術家 碧卡索名字的諧音 碧卡索的名字是 Percasso 幣安很巧妙的把開頭的P 改成了代表幣安的B 在發音沒有太大改變的情況下 透過這位大藝術家的名字 來命名自己的AI繪圖工具 正是令人不得不佩服他們取名的創意呢 大約在3月底的時候 Percasso開放10萬個測試名額 讓用戶們可以免費試用Percasso的功能 只要輸入指令來描述你想要看到的畫像 它就會產生出相對應的圖畫 用戶也可以上傳照片 讓Percasso根據圖片跟用戶的指令 去改變圖片風格 幣安創辦人CD自己也在推特上面發布推文 並且使用了自己的照片來做為示範 號召廣大社群一起來測試這個新功能 有了CD的號召 加上幣安推出的這個新功能本來就很酷 大量網友湧入Percasso的測試網站 原本開放10萬個名額 在短短2小時內就迅速被搶光了 搶著測試的人還多到造成網頁大當機呢 疾風我呢 很可惜的沒有在第一時間內看到這則貼文 所以當我看到要去試用看看這個Percasso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10萬個名額都被搶光了 但是從推特上面大家展示的圖畫來看 其實品質還不錯呢 看起來不會輸給Mijioni或是Dali太多 目前這個Percasso是處於關閉的狀態 用戶可以選擇加入白名單 等待Percasso正式開放的那一天 在CD發布Percasso的測試貼文之後 有用戶在推特上面指控Percasso抄襲了他們的創意 這位用戶在推特上面表示 他和他的團隊去年參加了BnBChain舉辦的黑客松比賽 並且榮獲第一名 而他們的獲獎作品Chry the Castle 就是透過AI繪圖來產生NFT 誰知道在兩個月之後 這項創意卻被Bn拿來當作自家產品推出 對於這起爭議Bn的發言人目前是表示說 正在進行內部調查 不知道未來結果會是怎麼樣 第二個要介紹的AIGC NFT工具叫做GNT 全名是Generative NFT Tool 是一個在NFT多鏈市場MOA上面推出的新功能 就像他的全名一樣 GNT是一個透過AI技術來協助產生圖片的繪圖工具 跟MOA一樣 是由Fire Satoshi Lab FSL所開發的 大家可能會對於FSL這個名字有點陌生 想說不知道是哪個不知名的小團隊 怎麼聽都沒聽過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可就大錯特錯啦 這個FSL就是之前開發出 宏集意識的Move to Run的遊戲 Steven的開發團隊 他們將原本用來買賣Steven跑鞋的NFT市場 擴大規模 變成了也有賣其他NFT系列的跨鏈市場 GNT在使用上面有比較多的步驟 但也因為這樣可以比較詳細的去定做 想要產生的AI畫像 為什麼這樣說呢? GNT提供了許多選項讓用戶進行選擇 像是可以選擇要製作出來的圖像主角的形象是 男生、女生還是動物 同時GNT也提供了主要藍籌NFT的畫風 來讓用戶參考 像是Azuki、BYC、Doodles這些畫風獨特的NFT系列 都可以直接選擇來讓GNT模仿 如果不想要模仿這些畫風的話 也有自由的Freestyle模式可以選擇 當然一般AI繪圖有的功能 GNT也沒有忘記 除了剛剛提到畫風主角之外 GNT也可以讓用戶手動輸入對於特色跟外觀的要求 舉例來說 在特色的欄位 用戶可以輸入你想在這張圖呈現的特色 像是神秘的、有魅力的、聰明的等等 而在外觀那邊 則是可以填入圖案中主角的外表 像是膚色、髮型、眼睛大小等等 都可以把條件一一輸入進去 最後如果還有什麼其他條件想要補充的話 像是背景、畫質之類的 都可以在其他的地方補充 全部完成之後只要按下產生 GNT就會開始畫出符合用戶輸入條件的NLT畫作 在輸入所有條件 按下開始產生AI繪圖之後 GNT會製作出符合用戶輸入條件的草稿圖片 先給用戶參考看看 一般來說 GNT會產生出四個草稿圖來給用戶參考 大家可以看看有沒有喜歡的 有的話就可以把它製作成NLT 沒有的話也可以重新再產生一次 看會不會出現滿足自己條件的 只不過這個草稿圖 並不是可以無限次數一直畫的 它是有次數限制的 一般用戶每天有20張的扣打 也就是總共可以產生20張草稿圖 你可以一次把這20張的扣打全部用掉 也可以最多分成5次用掉 因為每次最少要產生4張 如果覺得只有20張的扣打太少 也可以用GNT來買更多的扣打 嗯?這個GNT聽起來好耳熟啊 對你沒有聽錯 就是當初努力跑步賺錢的Steppen裡面的那個GMT 也就是說只要每天走走路 就可以有更多製作草稿圖的機會了 是不是突然很想回鍋開始走路了呢? 現在的話 100GMT可以買到製作100張草稿圖的額度 而且每次要買都是以100張為單位 雖然換算成美金的話可能也沒多少錢 但一次一定要買100張還是有點麻煩 不知道未來FSL會不會在這個部分做出調整 在這些草稿圖中 只要有滿意的都可以製作成MT 不管你是只要製作一張或是全部的草稿圖都要製作成MT都可以 現階段來說 這些MT是只能發行在Solana鏈上 所以其實只需要準備一點點的Gasby 就可以製造出非常多的MT了 現階段來看 這兩個AIGC MFT工具 各有各的優勢 Be under Becaso的好處是可以上傳圖片 讓Becaso根據原本的圖片繼續進行改造 我覺得這點算是一個蠻實用的功能 因為應該有不少人可能不知道該如何描述 才能創造出自己想像中的畫面 但如果根據信偶的成果去改動的話 就會簡單很多 至於MOA的GNT 有更多客製化的元素可以調整 從畫風外觀到表現出來的特色等等的 都自己可以選擇 能產生出來的圖片數量也比Becaso多出許多 甚至是可以直接拿來推出一整個MT系列 GNT跟Becaso比起來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目前已經可以實際使用GNT了 但是Becaso還沒有正式推出 AIGC NFT算是一個還蠻新的工具 雖然我不認為會取代現有的NFT系列 但有了這些工具的出現 能夠讓更多人來製作發布屬於自己的NFT 對於像我這種沒有什麼藝術細胞的人來說 這些工具的出現能夠讓我自行設計出喜歡的NFT 並且實際發布到鏈上 真的算是非常好用 推薦大家找時間去玩看看試用看這些工具 搞不好還會有人會演示英雄 想跟你買你用AI創作出來的NFT呢 歡迎大家都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的實用心得 或是在Discord跟我們分享你做出來的NFT喔 最後老話一句 在影片中提供的資訊並非金融投資建議 在入場前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功課 評估自身的能力喔 我們下集會再介紹更多有趣豐富的區塊鏈相關內容 以及可以邊玩邊轉的區塊鏈遊戲給大家 好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內容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追蹤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獲得最新區塊鏈參觀資訊囉 我是吉風 我們下集再見